上回咱们说到石飞侠 在晚上呢 他在月侠练舞 他练舞呢 他的父亲呢 就出去溜达 所以姑娘呢 也没太在意 自己练着练着 突然间就听见山坡之下 有争斗的声音 哎哟 姑娘就想起自己父亲 终究岁数大了 就不放心 戴上了弹弓子 手提着青钢宝剑 快步如飞就走出小院了 站在山坡上一看 哎哟 怎么父亲跟人家动起手来了 再瞧对方 山岭高大体格魁梧 手指凤指躺 这是谁呀 听父亲说过 玉泉山 有一个六寨主 手指一对凤翅堂 有万夫不挡之勇 嗯 这个人可能就是六寨主 坐山雕 不成 爹岁数大了 要是动手 时间长了 就要吃亏呀 他刚要过去帮忙 这时会儿坐山雕极了 他使得毒手了 姑娘不怠慢 赶紧拿起弹弓来 巴打一声 就打出一弹丸 这弹丸打得太准了 打败了六寨主手中的凤翅堂 在躺下把父亲救出来了 眼瞧着老爷子要死了 六寨主就要成功了 突然间山坡上打了一东西 六寨主气坏了 抬头一看 谁怎么大胆 敢打你家寨主也 坐山雕 你休要逞强 你家姑娘今天要会会你 这个姑娘心中暗想啊 我要是跟六寨主对打 我自己力气小 我是个女孩子 她力气太大了 恐怕我不是她的对手 嗯 我呀 就拿我手中的弹丸打她 姑娘想到这儿 有打弹囊当中 取出来三个弹丸 扣在了弓弦之上 王子浩 你看弹丸吧 啪啪 这三枚弹丸 就跟流星赶月一样 奔着坐山雕飞来了 这头一枚弹丸 打的是六寨主坐山雕的耀眼 坐山雕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一看奔耀眼来了 往旁边一摆 没想到 这头一个弹丸刚刚打过去 第二个就奔自己左眼来了 他赶紧往右一摆头 这两个弹丸都没打上 有打他耳头旁边擦过去了 可是还没等六寨主反应过来 姑娘第三枚弹丸就到了 唰 还奔他左眼 这回六寨主可没法躲了 啪 哎呦 正打在六寨主的眼角上 虽然说六寨主坐山雕 金钟罩铁步声啊 可眼睛这地方太焦太嫩了 没法练这金钟罩 弹丸打出来力量太大了 啪的一下就打中了坐山雕的眼角 就这一下声声把他的眼珠子给挤出来了 啊 王子后疼的这叫唤 有心过去拼命抱着一旦之仇 哎呀 六寨主琢磨 就这个女子再跟这老侠客两个人连起手来 我身负重伤 怎么能力敌二将呢 哎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六寨主强压满腔怒火 一转身 蹦蹦蹦 就奔自己大寨跑去了 老侠可也一看王子后跑了可乐了 嘿嘿 多亏了我归的呀 哎 不然的话 我实用这一世英明 辅助东流了 哈哈哈哈 孤灵啊 今儿个你太好了 十肺侠已高兴 蹭蹭蹭 几纵几跳 就下了山坡 来到爹爹面前 爹 您怎么跟做山雕打起来了 闺女 先别问这个 这还有个人呢 咱们赶紧把他救回去 待会儿有什么话再说 石老侠转身就进了竹林了 一看钱梁还在这趴着呢 老侠可也封开着毛竹 望出拉着钱梁 两只胳膊用尽 就把钱梁拖在了自己的怀里 姑娘一看爹救出一个小伙子 看样子 这个小伙子身负重伤 就赶紧在前边跑 进了小院 就把屋门打开了 老侠可爷 石宝珍就把钱梁拖到外间屋 放到自己睡觉的土炕上 姑娘石飞侠赶紧把油灯点着了 就放在炕盐上了 老侠可爷一看呐 这伤可不轻啊 钱梁的血流得太多了 这屁活上流出的血 把裤子全都浸透了 老侠可就明白 这钱梁的伤在哪了 闺女啊 赶紧拿我的药箱啊 找把剪子 姑娘先把剪子放这儿 然后取药箱 老侠可爷拿起剪子 就把钱梁的裤子剪开了 哎呦这伤啊 钱梁的屁活上 有一块伤 河头大小 肉全都变黑了 老侠可爷明白 这个年轻人是中了毒气了 女儿把药箱拿过来了 然后石飞侠就把灯举起来了 好借着灯亮 让爹给这小伙子治伤 石飞侠可是二十开外的大姑娘了 一看这小伙子伤在下身 父亲呢 得让自己举着灯 当着自己的面 给这个男人智商 哎呦 大姑娘也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石飞侠也想救人要紧 我们妇女久走江湖 我从小就跟着爹 奔走江湖的女子 怎么能跟着规格弱女相比啊 这智商疗毒是平常的事啊 得嘞 没有这么多机会 姑娘呢 手腕一伸 把这灯 蹲得正合适 稳稳当当 就站在炕前了 心里虽然说不在乎 但是脸上 也一阵阵发烧 老英雄一看闺女这样 也知道闺女心里想什么 虽然觉得几分可笑 心里头也赞成丫头的勇气啊 冲着闺女点了点头 笑的笑 爹 您快治吧 救人要紧 哎 老侠可也把药箱打开了 取出了一把小银刀 这银刀有五寸长 赠光瓦亮 老侠可就按住了前辆 这小银刀 冲着伤口着 唰这么一转 真快 就把这块黑肉 给炫下来了 然后把伤口的四周 仔细削了削 一直见到了 新鲜的红肉 老侠可才住了手 然后让闺女 取过一碗凉水 再让姑娘 举起灯 老侠可就拿这清水 把前辆的伤口给洗了 然后挤出了黑血 一直见到了鲜血 才给他扶上了自己配置的解毒伞 又起出了一贴膏油 就在这灯这儿给烤热了 把膏油打开 啪的一下就贴在了前辆的伤口上 最后把前辆翻过身来 拿筷子 把前辆的牙齿给撬开了 用水给他灌进了一粒丸药 这才扯成被子 替前辆盖好了 老侠可也得解毒伞 燎效神奇呀 时间不大 就听前辆 哎呀 然后慢慢就睁开眼睛了 前辆有打昏迷当众 醒过来 一看 一个大姑娘举着灯 旁边一位老者 再往私下一看 才知道自己躺在人家的炕上 啊 老人家 我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您 您是谁呀 小伙子 六寨主王子后啊 用着喂毒了的铁机里 把你给打伤了 看见没有 是我这闺女呀 把她给打跑了 把你给救了 小伙子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叫什么名字呀 你为什么来到玉泉山 跟六寨主动起手来了 小一朵没钱量 这数才清楚 这个妇女俩 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大恩不言谢呀 但是这条命 是人家爷儿俩救的 心中是感激万分 就想爬起来 给老爷子磕个头 没想到刚一动 哎哟 这伤口是火烧火了的疼 哎哟 起不来又躺下了 老侠可爷明白了 小伙子 伤势不轻啊 别动了 有什么话 躺着跟我说 是 钱量非常感激 冲着老侠可爷 点了点头 老人家 大恩不言谢 您和这位大姐 是我的救命恩人 小人这时候 不能跪地下 给您磕头了 望求 老人家 您恕罪呀 嘿 哪儿来的 这么些客气话呀 啊 江湖之上 这是 应该办的呀 你是哪儿的人呢 啊 姓什么 叫什么呀 老爷子 我家住 苏州府北门外 钱家镇 刚说到这儿 老人家就问了 小伙子 你是钱家镇的人 我跟你打听个人 你认识不认识 老人家 就请您说吧 我这个老朋友啊 人称老一朵梅 姓钱叫钱大成 你认识吗 老爷子 您这回算打听着了 那是我的家父啊 老侠可也两只眼睛 乐得眯成一条缝了 仔细看来看钱亮 你是钱大成的儿子 老爷子 别的不敢保险 这件事保险没错 你叫什么呀 我叫钱亮啊 人家给我送个外号 叫小一朵梅 嗯 老侠可也拍了拍 钱亮的肩膀 你这么一说呀 我还真看出来了 你啊 还真像你爹 嘿 你爹年轻的时候啊 就这么俊 就这么帅气 嘿 我说 你知道我知道 我跟你爹年轻的时候 一块保个标啊 啊 我们都是保标的达官 一转眼 二十多年没见了 你爹倒好啊 我爹壮实着呢 现在我们爷儿俩在搜召府 师之府大人 手下当差呢 不知老人家 尊姓大名 钱亮啊 老夫是赤虚苍龙实勇 这是我的闺女石飞侠 哎哟 钱亮心说幸亏碰见这老爷子 不然的话 我这条命就扔在玉泉山了 小子 高兴了 告诉你 没这闺女 你就活不了了 我问问你 深夜到玉泉山 干什么来了 啊 这六寨主 能力这么大 你怎么让六寨主 追得这么惨呢 啊 哎 惭愧 小一朵没钱亮 就把 张秀才的女儿 张宋娘 如何被韩石四鸟 抢上玉泉山 小脑袋官赵壁 怎么激着自己 自己怎么进得玉泉山 要杀这六寨主 就这张宋娘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伯父 小只我实在无能 张宋娘姑娘我没救出来 反而中了王子侯的暗器 哎 空惹天下人耻笑 老侠客听了挺高兴 他跟钱亮的看法可不一样 心说这个小伙子岁数不大 胆量可不小啊 他能救人于危呢 不惜自己的生命 这是有志不在年够 无志空火百岁呀 小伙子 你办得好 好样的 大姑娘石飞侠在旁边也听清楚了 他对钱亮也十分佩服 武艺高低不说 只要有这种志气 就不失英雄本色 石飞侠看着小一朵没钱亮 他这么想的 脸上自然要带出来了 老侠客爷借着灯光回头一看 闺女脸上露出了轻目的意思 心中一动啊 心说我这丫头也不小了 常言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我也该给闺女找个主了 我看老一朵没钱大成 这小子可就不错 我跟他爹又是好朋友 得嘞 不如把这丫头啊 就许配给他了 老爷的想到这就问钱亮 贤侄啊 说媳妇没有啊 钱亮一愣 心说老爷子怎么突然 问起我的婚事来了 啊 伯父 我尚未婚配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大姑娘乐了 爹呀 人家没娶媳妇 您 您好什么呀 嘿 石宝珍瞪了闺女一眼 傻丫头 你还不明白爹的意思吗 石飞侠多聪明啊 当时就明白了 哈 哈了一声 羞着是满眠通红 把灯放在炕眼上 扭身就进了礼物了 坐在炕上 双手捂着脸 怀里头像吹着一头小鹿 一口芳心 砰砰 跳个不停 老侠可也知道 闺女明白了 丫头 喂 爹 什么事啊 我们爷儿俩呀 折腾半天 可都饿了 给做点饭吃吧 哎 姑娘答应一声 赶紧赶紧下了地 忙和他做顿饭 弄了一锅饭 炒了几个菜 然后又给温了点酒 等这老爷子就跟钱亮说 先知啊 你伤势可不轻 咱们爷儿俩有话明天说 赶紧睡吧 说完了把灯吹灭了 老爷子 合一而卧 就躺在小一朵梅 钱亮的旁边 一会儿的工夫 哎 酣伤起来了 这老爷子睡得真香 可是大姑娘石飞侠 在屋里就睡不着了 心说 爹是要把我许配给钱亮了 嗯 这小伙子不错 没想到今天夜里 这六寨主坐山雕 给姑娘我送来个 如意的郎君 我这蛋丸啊 没白赏给他 嗯 姑娘这么一乐 突然间一想 小一朵梅钱亮 为什么受伤啊 是小脑袋官赵壁 把他逼出来的 他没救出张宋娘来 他觉得丢人 既然爹有这意思 再说张宋娘 也是个烈性女子 在山中受罪 我干脆想方设法 替钱亮把张宋娘救出来 在众人面前也显得光彩 对 我就这么办 石飞侠是个急脾气 从小没娘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爹又惯着他 他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轻轻下地 换好了一身紧身的衣服 背好了小竹宫 带好了蛋囊 背好了青钢剑 怕呀 怕爹清醒着 不让自己去 所以他没敢从外屋走 就站在炕上 轻轻地把后窗户打开了 一个燕子穿帘 撞着一下 就飞出了石屋 轻轻落地 一点声音都没有 走出了小院 把这炸了门关好了 然后认准了方向 直奔玉泉山大寨 石飞侠使 身轻如燕 窜山见盘悬崖 一会儿的功夫 就来到大寨的头盗围墙 他刚要望上窜 突然间就听见后山 传来了大豆的声音 嗯 姑娘仔细听 可不是一个两个人 挺热闹 姑娘觉得挺奇怪 一抖身蹭地下 穿上围墙 顺着声音一看 呀 只见九松坡浅 灯笼火把 照如伯照 怎么这么多人呢 姑娘好奇 就跳下围墙 顺着山坡 蹬蹬蹬 跑到了九松坡前的 小树林里 仔细观桥 可把他吓坏了 大寨主金头凤 站在山坡之上 身后环绕 簇拥着百十名寨主 这楼落病 少说也得几千个呀 石飞侠心说坏了 肯定有重要的人物闯山 不然的话不能惊动 玉泉山的大寨主金头凤 那么闯山的是谁呀 一个是苏州府的八班总头 小罗城金镖黄天霸 另一个就是太湖中山寨 老胡主的儿子 少胡主 小灵狐李俊 因为黄天霸呀 发现了小一朵梅前两 没跟大家伙回苏州 他知道了 道上 这小胆的官 赵壁的嘴眉闲着 他挤着钱量 肯定钱量是富气 独闯玉泉山 黄天霸明白了 但是这件事不好明说 他就悬着一颗心哪 这玉泉山太难闯了 自己的岳父 老胡主讲得清清楚楚 哎呦 这钱量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你要死在玉泉山 可怎么办 所以大家伙回到下方休息 黄天霸就偷偷换好了衣服 戴着自己的宝刀 鱼鳞紫巾刀 这口刀 销铜堕铁如泥 切金断玉 黄天霸跨好了标囊 偷偷地打开了脚门 出了脚门 直接就奔了苏州府的西门 要到玉泉山 前队打脚前辆 下回再说